那么佛陀的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 让我们在梦中知道这座梦 妙就妙这四地 一般人在梦中 他不知道这座梦 梦中在造业 妄想分别之主 他看这个 真正知道这座梦了 一切岁月 很深重 你要什么给你 我有财富你要统统给你 我有房子你要 我要给你 欢欢喜喜 为什么 梦中假的不是真的 那给了这什么 我们自己没有了 妙啊 你把这里给的 你得的时候 比你原来的更好 你自己也没想到 梦啊 那你也是为什么原因 那就是 南大师所说的 本质具处 你怎么能丢这个 本质具处 所以越识越读 越读越读 学财的财 学法的智慧 事无为止的健康承受 这四十真相 搞清楚 你心是定的 一切众生 过过是佛了 大家平等的 没有哪个比哪个多 哪个比哪个少 没有 根本就没有 那都是虚妄的分别之主 那世纪离天 没有这回事 所以佛陀教育 终极的目标 是将我们建议 开发自信里面的 智慧宝藏 样样齐全 全到什么程度 整个宇宙 是你自行变形的 整个宇宙缺什么 宇宙不是什么大爆炸来的 宇宙什么时候出生的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就是当下这一年 产生的 这一年能生无万发 就是当下一年 不是过去一年 不是未来一年 这叫不思议的境界 这才是真相 一切发的真相 找过去 根本没有过去 你到哪找 科学家讲 几十亿年 这个星球爆炸 产生这些现象 讲不通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就是当下这一年 这一年没来 后头一年就起来了 来得很快 你看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个念头 就是念念相续 所以四十真相是什么 是相似相续相 绝对没有两个念头 完全一样的 这个可以从相上看出来 整个宇宙的变化 不可能有两个念头是一样的 我们人身体的变化 一秒钟 一千六百兆的变化 一个比一个老 它不是一样的 如果一样的 就不老了 一念比一念老 怎么会老 你有老的念头 哎呀 老了 老了 它有老的念头 有老的念头就老了 又怀疑我身体 真的不然 它就有病了 那这 先做主宰啊 真有病了 心理健康 没有把它当作病 过几点之后 并没有了 好了